柯文哲羈押的最后期限进入了倒数时刻 在这个时间 柯文哲的一句话 他说跟民进党有不共带天之仇 让原本图力行贿的案情核心不见突破之余 却先上演了八点党洒狗血的剧情 蔡比如先是一句话引爆大炸锅 他说柯文哲已经在开手所先看过父亲的病例 而且已经去台大探视病危的父亲 这一下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炸了 要蔡比如闭嘴 要蔡比如不要当一个令人证悟讨厌的人 对啊 他不是被禁见吗 怎么可以享有特权 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连续剧 叫做插家娘家 我们现在看的叫做柯家 跟以前我们讲的这种乡土剧 八点党一模模一样样 坦白说如果不是因为柯文哲 请问一下俊江哥 柯美兰这个人有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 他有什么丰功为业 没有 所以我就一句话光我差事 但没关系嘛 八点党什么事情好看 就是婆媳之争 那个走理之争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肥皂剧 所以当今天他们为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到底谁有资格 替柯爸爸讲话 来做发言 但坦白讲我关切不是这个 我关切的是 你们民众党明明跟外界讲说 柯文哲都见不到爸爸 柯文哲骨肉分离 柯文哲好可怜 那我心中就浮现很多问号了 第一个问号真的没见到吗 结果被人家提报 10月18号明明就有去见 结果这件事情没交代 没跟社会大众道歉 因为你说谎啊 你在散动群众说 柯文哲他爸爸病危了 还不让他见哦 你是在散动群众哦 结果完全没道歉 反而在跟我吵说 到底谁可以替他爸爸讲话 反而在吵说什么 你给我闭嘴 谁叫他闭嘴 柯文美兰说 蔡壁如你没资格替我爸爸讲话 哎呦他开始拿家人的身份 对蔡壁如匹配給我了嘛 但我坦白讲 这不应该是在政坛上讨论的话题 这连社会新闻版面都称不上 这就是一个不入流的话题 但只是因为他姓柯 所以我说这部连续剧叫柯家 跟柯文哲有关了 通通都可以要上赶面 他说叫蔡壁如 闭嘴 不要讨论我的家人 甚至什么 陈志涵都跳进来了 陈志涵讲说什么 说哎呀 这个蔡壁如啊 讲说探视父亲的事情啊 有很多错误啊 第一个啊 不是深夜啦 是傍晚啦 第二个啊 鸡鸦期间明明就不能通讯啊 不可能会有人带病例啊 去给客户者看 所以蔡壁如讲错了 我平心而论啊 俊阳哥 陈志涵讲的话 哪一句话什么时候是对的 他自己才是胡说八道的始祖嘛 就是你这个时间点还有意思说 哎呀 你去纠正蔡壁如 说蔡壁如讲错了 不是 那我就访问几件事情好了 所以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苦肉分离啊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见到柯爸爸 如果有的话 你们要不要先道歉 没有去讲这些 反而把整个焦点 我跟各位讲 就是转移焦点 讨论在柯美兰跟蔡壁如之争 Nobody care 现在大家唯一在乎的是 你民众党上上下下 都是贼 你民众党上上下下 都是诈骗集团 这才是我们关切的问题 全部社会大众等的是 司法能不能查出犯罪的真相 可是你看到 居然是谁放出这个消息 说柯文哲 他去探视父亲的时候 悲怆的 哽咽的说出了 跟民进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哇 这句话在辽波 在山峰 在点火吗 对 我好奇的是第一件事 你谁讲的 对不对 你们都说是科幻小说嘛 北柬的任何消息 办案的进度 所有的进度 所有的消息 所有的证据 你们都说这叫科幻小说 那我就问这句话谁讲的 还是你民众党也在写科幻小说 对不对 什么不共戴天之仇 你要有引述啊 柯文哲什么时候讲的啊 你这时候不是讲傍晚 讲深夜 讲得清清楚楚吗 那我就问柯文哲 什么时刻讲的 什么时候讲的 背景是什么 卖六十丑 谁转速的嘛 对 没有嘛 没有我就不吃这一套 在第二件事情 他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拉起政治对抗啊 什么叫不共戴天之仇 今天有人在路边抢劫 警察去抓他 请问一下 这个犯人有资格跟警察说 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你去跟法官说吧 那你就不要犯罪 你就不要独立 你就不要收贿 你就不要坐监犯科 就不会被逮啦 就这么简单逻辑啊 柯文哲进去之后呢 之前很多的评论 都持一个角度 柯文哲如果出来 你给他有任何一个空档 他一定想方设法 去撩拨你说的冲撞跟对抗 当然嘛 所以我跟你讲 他在里面 他连看个他老爸 都可以讲出这些话了 所以他的目的很简单 请问一下 不共戴天之仇 这是什么 这叫情绪性语言 请问一下情绪性语言 他用在哪里 用在政治场域上的工房上 所以 居然一直在讲撩拨两个字 他撩拨谁 小草嘛 要跟政府对抗 所以换言之 他们现在要玩的时候 都政治对抗 政治上说因为 政治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一旦你走入政治之后 就没有是非对错 比如说国民党的人做错事 国民党绝对可能会挺到底 没有啦 国民党可能会修理他 但民进党的人做错事 民进党一定挺到底 所以你只要走入到意识形态之深 那就变得很有意思 显然 柯文哲没有要跟你讲是非 没有要跟你讲法律 没有跟你讲对错 他就是要跟你直求对决 只要你相信阿伯 阿伯就是对的 现在只有一件事 一个发展 可以粉碎 所有一切的居心 那就是 检察官赶快查出真相 水落石出 而现在金流怎么进来 又流到哪里去 藏到哪里去 只有两个女人 会影响最后的 侦办起诉的关键 我现在跟我讲 第一个210万 第二个1500万 那我们都已经确认 这个就是金流了 确认说 审计刑那边有行贿了 第三个 来路不明的4300万 第四个还有什么橘子 他身上所带的USB 以及那个400万 也就是我们讲的随身碟 好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现在这些金流有没有 有 但卡在什么环节 卡在两个环节 第一个审计金 他全部都不招不认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 第二个叫做客问者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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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说不知道 所以简方便是说 他得要靠自主的能耐 去证明这件事情 但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啊 我们都知道整个民进党 民众党的总统大选 是哪来干嘛的 民众党的总统大选 是哪来洗钱的嘛 对不对 大量的金流注 然后假发票一大堆 错账一大堆 薪资错误一大堆 乱七八糟事情一大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他们为什么 这么需要举止这个来证明 因为从柯文哲 虽然他对外说 我会全力配合办案 但是遇到他的钱 诶 诶 我没有看过这种人 你自己写在USB里面的 问到的每一笔都是钱 确认是1500万 问你说这1500万 他怎么给你的 什么时候给你的 然后他跟你讲说 我不知道 有这种犯人的 有这种配合的方式 但现在举止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 五月的时候 柯文哲就已经说 Orange 精华 都在叫他往外撤了嘛 叫他往外让杠了嘛 跑了嘛 查到脚边来了 对 结果没有想到呢 他竟然回国了 8月27号回国 他还敢回来啊 对 我跟你讲 8月27号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 你知道为什么关键吗 请问一下 在8月27号之前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了 郑文燦 发生郑文燦事件了嘛 确认可 今天他五月叫橘子走 代表说 他是不是把事情 因为他说三月就开始处理了哦 对 三月他的对话记录就交代了哦 开始把金流处理处理 那时候有什么 有晚风徐徐啊 有什么有木可啊 有什么制瑶公司啊 有什么基金会 然后开始在动了嘛 该成立的成立 该处理的处理 所以代表那个时候 已经大量在处理金流了嘛 就举止在那个时间跑了 跑了代表什么意思呢 跑了代表他跑路了嘛 那什么情况下 有一个跑路的人 还会被叫回来 而且他还愿意回来 代表生死关头 原本柯文哲一直 寄望的是什么 不会去查到自己家里面 你绝对不敢来收我家嘛 你记不记得他从家里面门口 踏出来那一步 很凶 他说 从来这是史上第一次 在野党 第三大党当主席 家中被搜索 一定会引发政策风暴 代表他超出他意外 那从什么时候 他开始觉得自己家中会被搜索 从政策风暴被抓开始 所以从那个时刻 柯文哲他一定是有什么 至关重要的物件 物品 必须即便冒着风险 也要举止回来拿 而举止也知道这个风险 才会在五月跑路的时候 八月二十七又赶快回国 回国之后八月二十九 马上就走了 你要知道应小为是在八月二十七 八月二十八那时候被逮的 那我反问一个问题 柯文哲哪来的讯息 柯文哲哪来的资讯 为什么他三月的时候 知道检调会查 可以提前准备 为什么他五月在赖新德上任之前 知道要举止要跑 为什么在检调八月三十号搜索 他家之前 他二十七号 以前甚至二十五号 就先叫举止回来 所以那代表一件事情 检调有内鬼 好 靖平 你怎么看 其实我认为了 以蔡壁卢的状况 他大概就是关心柯P的这个爸爸 柯爸 那关心柯爸 他也会对他的前老板 知道说他想要干嘛 什么会多打听一些细节 或怎么样 但没想到前一天 先被陈志涵呛 那今天又被这个柯美兰 直接这样子狠批 会让整个民众党内的那种气氛 已经变成 我今天也问了一些朋友 说民众党会变成 这种柯家党的 这种封闭型的柯家政党 那完完全全会变成一种 让人家无可测 因为里面已经分风离息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你要讲什么话 好像都会得罪人 只能听从黄珊珊 柯美兰 还有陈志涵这些人的这个意见 还有当然黄国昌 那如果越变这样的话 真话就出不来 我一直在想说 那蔡壁卢跟谢立功一样 会不会迟早出走 是迟早的事情 这不就是郑重下怀吗 是不是有一股暗黑的力量 根本就是要杀蔡壁卢 借题发挥 要把他扫地出门 所以我就说这样子下去 对民众党真的发展不利 尤其是接着明年完了之后 姑且不讲今年年底 金华城案的有一个告一段落的话 明年到2020年就要开始 又要打地方选举大选了 那毕竟谢立功跟蔡壁卢这些人 他们都有一些选举的这个经验 他在地方精神经营也很久了 但是如果你赵柯美兰跟这个 陈志涵他们现在民众党内的 这样内斗的这个方式和手法的话 恐怕民众党这样吵吵闹闹闹 只会让人家看笑话 是 袁之你怎么看 我一直觉得民众党他们去斗蔡壁卢 是一件真的很莫名奇妙的事情 刚刚金平有讲到谢立功 现在骂柯文哲很凶的 其实都是这一群 就是之前有在民众党做事的事 譬如说谢立功 谢立功当时柯文哲刚爆发案子的时候 谢立功是要求柯文哲认罪协商 当时民众党也不能接受 觉得说谢功那你这样不就是 等于是承认柯文哲有罪了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可是反观蔡壁卢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说柯文哲的坏话 而且蔡壁卢他一开始 就是在民众党里面 他被形容成党母 非常认真的让民众党可以逐渐的壮大 结果他现在下场是什么 现在下场是自己跑去台中找工作 跟民众党 民众党现在没有给他任何东西 从他当时当部份区立委 义友论文案 柯文哲马上就叫他辞职 辞职之后他就去选立委 他后来其实都没有用到什么民众党的资源 甚至在台中开疆屁图的时候 民众党党中央对他的资源是少之又少 可是他有没有离开 没有 还是你看这次很多民众党活动 他都回来帮民众党讲话 而且他当时还被民众党拴 就说你现在已经是台中市政府的公务人员了 你没有行政中立问题吗 你怎么可以参与党务 后来我就看到蔡比鲁很可怜 他就说他就孩子去 可是他不上台 他站在台下拿派客风在那边讲 你看到有这么不离不弃的人吗 结果这么不离不弃的人 你们民众党把他当什么 动不动就出来公开的呛他 昨天陈志涵公开的呛他 而且我觉得呛的那个点也很奇怪 在那边讲说什么 不是 柯文哲不是深夜去看爸爸了 是傍晚 这很重要吗 这个深夜傍晚这个事情很重要吗 然后再来就是柯美兰 我是不相信柯美兰完全没有蔡壁卢的联络方式 如果柯美兰认为蔡壁卢不能代替家属发言 其实你可以赖他 或者是私下跟他讲一下 但是他是在一个民众党 公开很多人的群出里面 这样讲这个事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故意要让这个消息出来 好像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柯家是对蔡壁卢是很不爽的 但是这个公透剧 有必要公开高调这种地步吗 所以我就觉得 这非常奇怪 现在民众党你们应该是要团结 在每一个场合要凝聚 要小草不要散 结果这么挺你们蔡壁卢 你一直在打他 这一点真的让我看不懂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